弟兄姐妹们平安 谢谢历生堂的牧师们 还有叔叔阿姨跟朋友们 给我一个机会来这里 跟你们分享上帝的话语 跟我的小小的见证 今天呢 我的声音就是这样子 不过我已经检查了 我不是得疫情 我不是得COVID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跟你旁边的人说不要担心 我是因为整个礼拜 一直在讲道 一直在传福音 传了七天 讲了七天 第七天声音就是这样了 不过你们的牧师很好 我告诉你们的牧师 牧师 今天我的声音就是这样啊 我可不可以还在来跟你们分享 牧师说当然可以啦 所以你看你们的牧师们 你们的牧师们 是很有信心的 阿们 阿们 OK 好不好 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来祷告 上帝我们要高举你的名 我们要荣耀你的名 今天早上 让你本身来对每个人说话 让你本身来摸着我们的心 让我们对你相信又更相信 让我们不再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 不过让我们荣耀你 在我们的生命中 赐给我们平安 喜乐 和你大人的爱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上次有来讲过见证 你们的都有 都有在吗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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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的人都有 OK 这个uncle是我的支持 指他这样子 OK OK 你们知道啊 我上次有跟你们说过 我的华文就是这样而已 半桶水的 是吗 不会 OK 谢谢你们的鼓励 谢谢你们的鼓励 OK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只会说 我也不会读 我也不会写 不过你们的牧师们 真的很好 他一直鼓励我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你要学习 你要学习 我真的去学习我 我真的学习 我真的是用汉语拼音来背着 OK 如果我讲错的话 你们要帮帮我 好不好 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 这是在真言第三章 第五到七节 圣经说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行的事上 在你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阿们 阿们 OK 现在我要疑问一下 在这里 谁说 我真的是相信耶和华 我真的是装心仰赖耶和华 谁说呢 这是一点点的人而已啊 只是这么一点点而已啊 OK 那我就要跟你们说 OK 为什么我们要真正的仰赖耶和华 为什么我们不可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 有一个好处 告诉你的旁边的人 有一个好处 好处是什么呢 可以看一下我的slide吗 好处是什么吗 你看 如果我们专心仰赖耶和华 如果我们不可依靠 我们没有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的时候 如果我们一心一意 就是认定他 他对我们的承诺是什么 他说他必止赢我们的路 当上帝止赢我们的路的时候呢 会什么事情发生呢 我们会减少很多愿望路 看得到吗 看得到吗 你知道我们这个人生啊 我们走了很多愿望路 走的走的愿望路的时候 会得到什么呢 会得到忧郁症 走了愿望路的时候 会得到什么吗 会惧怕 对不对 走的愿望路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走下去 对不对 尤其是走愿望路的时候 我们肯定没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没有平安 我们没有喜乐 我们也不懂怎么爱自己 爱别人爱上帝 你看到吗 最主要的是当我们没有依靠 耶和华的时候 那我们走这个愿望路的时候呢 上帝的同在不在我们的身上 当上帝的同在没有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会什么事情发生呢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没有意志 只有惧怕 只有担心 不能饶恕别人 只有争吵 看得到吗 看得到 那现在我再问 我再问 你们一定要答 如果你们不答的话 我真的会从头再开始 是谁说 我的道路要让上帝来指引 是谁说 ok 是谁说我真的是要上帝来带领我 要指引我的路 要 都要了 ok 告诉你的旁边的人 有条件的 真的是有条件的 基督徒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呢 他们以为跟随上帝是无条件的 ok 不过你看 每个上帝的话语都有条件的 ok 条件是什么吗 他说你要先 专心仰赖他 对不对 那是不是条件 是 然后什么是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 他说你不可以依靠你自己的聪明 这个是不是条件 也是是吗 也是条件是吗 他说在你一心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认定他是不是条件 那你做好你这个三个部分的条件 他才能什么 你自己读一下 123 他才会什么 自营你的路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说的是不是是真实 是不是有条件的 是哦 很多基督徒都误解了 他们每次都说 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 你们有没有这样子听错过 有吗 你们包括自己 有没有这样子说过 有哦 OK 跟你旁边的人说 你误会了 OK 你误解了上帝了 我跟你们说 上帝死在十字甲 那个是无条件 为了拯救你 为了拯救我 不过如果你要继续 在上帝的同在 要继续得到他的爱 是有条件的 他的条件是什么呢 在耶和福音上帝说 若你说你爱我 你就必定要顺服我 看到吗 所以你们知道吗 现在上帝是爱 是有 有条件的 所以我们就不要被骗了 也不要自己骗自己 自己找借口 每次随随便便做东西 自己给自己留 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 所以我可以喜欢喜欢 要做什么都做什么 是不是 不是啦 历神堂的人不是这样子的 你牧师在这里 你不好说事 等一下每个人都要去补导 你知道吗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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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跟你们的分享一下 你们不是有听过我的见证吗 对吗 我小小年龄 21岁来到新加坡 第一份工作是做保安 你们都有听说过了 对不对 然后从保安 十年后 我变成一个董事长 有吗 有听过吗 OK 所有的荣耀归于给上帝 Amen 当我做董事长的时候 有一天上帝就跟我说 你必须要离开 那时候我很开心 我对我的工作很满意 为什么很满意呢 因为老板们都很心疼我 给我股份 给我赤子 那时候我丈夫还得了脑癌 刚刚从医院的开到出来 医生说是没要救的 OK 他随时会死的 所以他不能做工 他在家里 我听到上帝跟我说一句话 你必须要离开这个公司 我就说 蛤 我离开啊 上帝说 是 走 现在就走 我就说 如果我离开 我吃什么呢 福建化作 假西米 假空 我回到家 我跟我的丈夫说 丈夫 丈夫 上帝说 你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 你知道我的丈夫跟我说什么呢 你知道我的丈夫是猛男来 猛男跟我说 上帝如果叫你离开 你就必须要离开 我就问他 我离开了 我吃西米 你吃西米 因为没有钱进来 对不对 不过 不过 你们说你们要什么 你们要专心仰赖 耶和华 是吗 你们说要相信 是吗 对不对 要相信 就相信到底 今天呢 我要跟你们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人 是一个很不清楚的 我们嘴巴说 我们要相信上帝 不过我们每次 都是相信自己 相信别人 相信这个世界 如果你说 你要相信上帝 你就相信到底 如果你说 你要相信自己的话 你就相信到底 你不要一半一半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跟我们说过 上帝的诺言 跟我们说过什么 如果你 又信 又不信 你为什么呢 你什么都会得不到 听得很清楚吗 说相信 不过又不相信 你就会变成什么都得不到 对吗 所以我们要有智慧 要相信 就相信到底 那我怎么样呢 这凭一个相信 这凭一个信心 这凭全心的仰赖 我就辞职了 那时候我很忙 时日的时候 需要三个月 这个三个月太忙了 也没有去找工作 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也没有人找我 OK 到31号3月 是我最后一天 在公司 你知道啊 董事长是很忙的 你一打开你的email 是整几百个人找你的 你的电话是不会停的 一号4月 OK 一号4月是什么 华文怎么说 OK April full 你知道吗 一号4月 我已经睡醒了 不过我不敢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面对这个现实 我已经没有工作了 在家做什么呢 我看你 你看我 你知道吗 又不知道要做什么 那时候呢 我只是30多岁 我在想 我在我的事业上 是在最高级的地方 我为什么 我是不是为什么 会这么笨 OK 我只是听到上帝的一句话 我就这样子就辞职了 OK 为什么我没有去找工作先 为什么我没有去做别的东西呢 为什么我会存到这样子 一听到就直接辞职呢 OK 你们看了 你们就已经成精彩了 我要问你们 如果你们站在我的立场 你们会这样子做吗 会吗 你再说不会的话 我真的是要开始从头了 OK 所以呢 怎么样呢 发生什么事情呢 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 我真的是 什么都不敢想 什么都不敢做 我只是一直跟我自己说 我要仰赖耶和华 我只是跟我自己说 我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那我要请问 我要问你们 这个选择是在于你 还是在于别人呢 这个选择是在于你 还是在于别人呢 才是自己是吗 对不对 当你看到你的情况 不对劲的时候 当你看到你的状况 不是很好的时候 如果你还是要选择 仰赖耶和华 是谁要做这个选择 你自己对不对 就是这个三个礼拜 我每天每天都跟我自己说 我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我不要靠我自己的聪明 我做什么 我都要认定他 因为我知道他必定 指引我的路 阿们 就是这么简单 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 三个礼拜后 三点晚上 不能睡觉吗 上帝就跟我说话了 他问我 你要不要自己做生意 我说好 自己做生意 很好 上帝就跟我说 去做餐饮的生意 我说 做什么餐饮的生意 我不会做餐饮的生意 因为我不是会煮饭的人 我妈妈也不会煮饭 所以没有教我 所以我也不会煮饭 上帝说 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会 等下你成功 荣耀归于给我 对吗 如果你什么都会 你成功的时候 荣耀归于给我 对吗 我说是 上帝 你真的很聪明 然后呢 就好像有一个 dumb drive how to say dumb drive 油盘 这样子插在我的这里 什么东西都出来 地点在哪里 要卖什么食物 包括价钱 多少钱 全部出来 我先生那时候在睡觉 我就叫他起来 猛男猛男丈夫 上帝说 去做生意 做餐饮 你知道吗 我这个猛男帅哥 他的信心 是很强的 他就看着我 上帝如果叫你做 你就去做 我说 我要怎么做 我都不会 我不会煮 他就跟我说 如果上帝要你做的 他必定会提供给你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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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时候是事业 就是这样 事业 懵懵懂懂懂的 因为上帝给我的计划 是在 布吉市 你知道 我就隔天 就很快的 我就去 去找 我还以为 我还认为 如果上帝叫我去 一定是去 很漂亮的餐馆 对不对 我就去找 所有的餐馆 我就去 跟着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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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东 跟业主 谈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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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之后 我在做我的计算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只能 可以还的 只能在 十格里面 你知道吗 我是董事长 你知道吗 你知道什么是董事长吗 我是做服装的董事长 每天都穿很高登鞋 每天都是香香 每天都是出国 去做 那个 fashion show 突然间 你要我在 十格做生意 我已经受不了了 你知道吗 不过 上帝说 你要去 我说 OK啦 去 去到那个十格的时候 你知道吗 租金不是便宜 你们有做过十格的 在布基斯江神 那个租金 二十七千 一个月 一个月 我在算 如果我没有 如果我顶不过三个月 我就会破产 我就把我所有的这个 saving OK 就拿出来 我们就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上帝就跟我们说这句话 他说 这个生意 不是给你做富翁 这个生意 不是给你做有钱人 这个生意 以后你要拿一大部分的利润 来拯救贫穷 孤儿 寡妇 你要吗 你们要吗 为什么你们又这么紧 你再想要不要 你要记得 那时候 猛男还在抗癌 刚刚动手输出来 不过 上帝说 你要去 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去 那个七好像没有信心 七 OK 所以呢 我们呢 一号 九月 二零零七 OK 那时候是二零零七 开店 因为我们没有做过餐饮 没有做过这个东西 在十个里面 我刚刚开始 我印证四个员工 四个员工 印证的时候啊 他们讲到公告五零五 什么都会 你知道吗 那天一号九月二零零七 真的是在那个厂的时候啊 什么没有人会 OK 我自己很怕 因为我没有做过餐饮 我没有看到机器是什么的 那个机器全部都很大的 OK 我在家试试看 试试看煮 因为我们是卖西餐 我们是卖意大利面的 所以在家呢 就自己试试看嘛 在家我们的火是小小的 那个炉是小小的 你去到那个厨房啊 那个火是这么大的 我真的是吓了一跳 我不懂得怎么控制那个火 十点开门要做生意 九点半 我煮蘑菇汤烧焦 怎么办呢 我就在那边哭 OK 你知道哦 你要煮饭啊 在家里 那个饭锅是小小个的 对吗 你妈妈 我妈妈教我啊 如果你要煮饭哦 你洗米 洗米了 你放米再放锅 你放水 你用你的这个 这个手指对吗 对 来量一下 不可以超过这个线 对吗 我去到我的那个厨房 我的饭锅这么大 我要怎么放我的手在里边 所以 不可以 不可以全部相信妈妈 讲的话 那要怎么样呢 你知道那个炸炉 炸炉 第一次我看到那个炸炉 是这么高 这么大 那个contractor跟我讲 这个炸炉是很容易用的 多么笨的人都会用的 等一下你要用的时候 你倒你的油进去 然后你开你的火 你就可以炸了 十点我的电要开 九点四十五分 我就倒那个油 我就开那个火 那个火 一打开 那个油是黑色的 我就很着急的 我快点打电话给我的contractor contractor 你快点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油是黑的 可能你这个炸炉有问题 所以你一定要来 因为那个客人要到了 十点要开门了 那个contractor就说 好好好 我现在就来 他一来他就看着我 很生气的 你第一次做生意啊 我说是 我没有看到人像你这样 我什么事情 那个塑胶啊 你都没有把它拔出来 你随随便便啊 这样子啊 倒你的油进去 你的油当然是黑色啦 我哪里知道 我没有看过这个机器 你知道吗 在厨房那个 commercial industrial kitchen 每个东西啊 都有黏那个塑胶很硬的 你真的没有经验的人 你不知道 你要不要去要拔出来的 他说你的油 你的塑胶 只没有拔起来 你放油 肯定那个油黑掉了 我说 我就跑去哭了 ok 我的厨房呢 每一天我都在哭 ok 当我哭的时候呢 我就会唱这首歌给上帝 ok 唱什么歌呢 是英文歌 我不懂你们会不会 你们有没有听过 Paul Blanche What can I do But thank you What can I do But give my life to you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到底还能做什么 我到底还能做什么 只能相信你 只能说Hallelujah Hallelujah 然后我这个四个员工 刚刚开始的时候 不是说到什么都会 但那天 什么都不会 我说 在这个印证的时候 你明明跟我讲 你什么都会的 他说 我不是这样子的意思 我是那样的意思 老板你误会了 ok 没有办法 没有人会 要怎么办呢 不会的就跟他派去 做收音员 跟他派去 做交代员 怎么办法呢 把猛男叫出来 猛男看起来像不像Michelin Star的厨师 像不像 有那个 有那个脸是吗 牧师说 有那个血的吗 ok 把猛男叫出来 把猛男叫出来 ok 你站在这个 炒意大利面的前面 ok 你就是做意大利面的厨师 ok 我站在烤肉的这个部分 我就是做烤肉的 ok 就是这样开始 ok 猛男很可怜的 还有脑癌你知道吗 每天都blur blur的他 为什么每天blur blur的吗 因为他刚刚 他的平衡线刚刚被切出来 他的那个ear drum 也被拿出来 所以呢 他 每天都是blur blur的 ok 看东西也看不清楚的 突然间 让我叫出 你就是站在这边 ok 你就是炒意大利面 你知道我们怎么开始呢 十点客人要来的时候 我们两个 卖来啊 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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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 你知道我怕吗 怕 ok 等下客人没有来哦 我们就担心了 ok 哎呀 客人没有来啊 要怎么还租金 27,000一个月 你知道吗 那个营业格 每天多少 每天只是300块 我要怎么交租金 我要怎么还员工的钱 在那个时隔有25个档口 每天每天我们都要交钱给他们 每天每天我们交钱给他们300块的时候啊 你知道他们怎么取笑我们吗 你是来换零钱是吗 我每天每天都看到很羡慕的 那个第一名啊 一天可以做几千块的 你知道吗 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个地步 ok 每天都是在羡慕人 我每天每天就是排最后 第25名 每次当我排最后 名的时候啊 我就回来跟猛男说 你知道吗 今天啊 我又在排25号了 他每天跟我说 你不要灰心 你跟我回去 ok 你要有信心 ok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上帝要你做的 如果上帝要你做的 你一定会做头 你不会做尾巴 Amen 你说Amen很容易 我在那边 每天搞不清几状况 我每天最后 我每天第25名 为什么你每天跟我讲 我是第一 ok 做到半死 为什么做到半死呢 我没有试过要站住 要站15个小时 你知道吗 ok 我站到我的脚是肿了 六个月肿了 不能 不能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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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我的手 因为为什么呢 每天要镇那个冰冻的肉 冰冻的鱼 要切菜 要做什么东西 我的手就是这样 我开档口的时候 我一个月 我瘦了整整六公斤 很辛苦 很辛苦 第一个月 排到最后一名 我每天都在哭 每天都在哭 每天都在哭 我的员工 第二个月的时候 就开始了跟我说 老板娘 我觉得你不行 你可以 还我薪水吗 等一下 ok 我就跟他们说 我不可以还你们薪水 不过我相信 我的上帝能 他们就说 好像那碗娘有一点疯掉了 ok 怎么回事呢 我就一直在跟我自己想 上帝啊 为什么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15个小时啊 我每天都要站在那个厨房 每天都是臭臭的 不然就是臭油 不然就是臭霸王 你知道吗 每天都是臭臭的 ok 我就一直在想 我做那个董事长的时候 是很舒服的 每天都站在 坐在办公室 每天有几百个人 给我使唤来 使唤去 你知道吗 在那个地方 没有人跟我给我使唤 我自己要做 我说上帝啊 如果我是你的女儿 如果我是你最疼爱的 你怎么要这样子弄我 我不是已经好好的 对吗 我不是已经好好的 上帝只是跟我讲了一话 你说你相信我吗 我说我相信你 我当然是相信你 我不相信你 我为什么会这样子 董事长不做了 放弃了 来到这里 上帝又再问我一次 你说你相信我吗 我说我当然是相信啊 他再问我多一次 你说你相信我吗 我说我肯定相信啊 上帝跟我说 你用你的嘴巴来相信 你的心里根本不相信我 我相信今天上帝 也是同样的疑问 问我们每个人 你到底相不相信他 你到底是不是只是用你的嘴巴来相信他 因为如果你真正相信我 上帝说 你就不会担心 如果你真正的相信他的话 你就不会担忧 很简单的 真的是很简单的 我们基督徒觉得 随随便便说 我相信上帝 不过我们的心 真的是离上帝很远 其实当我们不相信 其实当我们担心的时候 我们是在对上帝这样子说 上帝啊 我不相信 很简单的 第二个月 我就跟上帝说 好 我就要认定 要相信你 我就是要专心 仰赖你 我就是不要靠我自己的聪明 你要说什么都可以 你要做什么都可以 我只是选择 相信又相信 第二个月 蒙南 站在那个锅前面 因为它是 我不是跟你讲到 它是 每天也是 看不到东西 也是听不到东西 在他的前面 有一个锅 然后有那个火 那个火是开住的 他不知道 这个旁边 有一罐水 有一罐油 那个火 在锅的下面 已经开了很久了 他站在那边 他不知道 什么事情发生 他就这样子 他的手这样子 不小心 这样子不小心 那个油跟那个火 进了那个烧的锅 直接那个火出来 就好像烧这样子 每个人都看着我们 你知道吗 他就说 this is an idea 我每次要炒意大利面的时候 我就做这个表演魔术 我会先烧那个锅 然后我会放那个油 我会放那个水 给那个火 变成我好像真正是 Michelin star Michelin star的厨师 真的是 每个人开始来买 第二个月 我们从这个25名 变成15名 OK 变成15名 不过我的员工又来了 老板娘 老板娘 要不要坐宪船 我说不要啦 你说宪船 每个人来 我不会煮 我也很吃力 你知道吗 OK 老板娘 不然我不要跟你做了 OK 因为我觉得你是不会的 OK 每天你只是对 只是会哭 OK 你知道我的四个员工 叫我们什么吗 Hallelujah 老板娘 OK 因为我每次 就是站在锅的前面 就是只是唱歌 What can I do But thank you What can I do But give my life to you Hallelujah Hallelujah 你知道我这个四个员工吗 他们有多坏吗 他们每次看到我 What can I do But thank you What can I do But give my life to you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的Amen的老板娘 不然就是我的Hallelujah 的老板娘 他们就是要辞职了 我就跟他说 你要辞职 好了不然你先信主先 我跟你传福音 你先祷告 你先接受主 接受主了之后 你才辞职 好不好 他们就每个都就说 我的老板娘confirm了 confirm已经 没死了 就是那个第二个月 我们继续的努力 继续的仰赖耶和华 什么都没有做 也没有跟别人学习 你知道第三个月 什么事情发生了 突然间那些人 顾客不懂从哪里来的 第三个月 在那个十个里面 从二十五名 我们排到变成第一名 你知道在十个里面 卖水的档口 是利润最大的 水的档口肯定是 那个业主 业主不会给出去的 业主自己的 在补吉市十格里面 有三个卖水的档口 这个三个加起来的 那个营业格 还不如我们的 收银 不过 当那个事工宣教的时候 做得很好了 什么 Mission field call 上帝说 你必须要放 你必须要拿那个理论 你必须要去 你们说要不要 去啊 就是这样 2007 走到这里 已经是 多少年了 46年 17年 就是因为 我们 专心 仰赖 耶和华 就是因为我们 没有依靠 我们自己的聪明 就是因为 我们做什么 我们都认定他 认定他的什么意思呢 认定他是 主 认定他是神 认定他是我们的王 认定他是掌权子 朋友们 什么事情会发生 他说 他必 只 赢 你的路 今天 我只是要鼓励你们 只要我们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困难 困苦 肯定 有的 问题 肯定 是有的 有些人 问题出现在 工作上 有些人 是在 生意上 有些人 是在 家庭上 包括 侍奉上帝 也有 自己的挑战 对不对 不过 如果你 什么东西 都没有 学习到 你 真正要 学习到 这个东西 你要不要 上帝 让 你的路 好走 你要不要 让上帝 来自己 指引 你的路呢 如果你要的话 你必须要做 这个三样东西 第一样 就是你要 专心 仰赖 耶和华 第二 就是你 不可以 自己靠 你自己的聪明 为什么呢 因为 我相信 你有听过 这句话 人算 不如天算 对不对 如果自己 靠自己的 聪明的话 很多次 你就会 走 歪的路 或者 你会 走 厌 妄 路 你不可以 靠你自己的 聪明 第三 你 做什么 东西 你都要 认 定 它 做什么 东西 都要认 定它 是什么 意思呢 不是说 你随随 便便 要做 什么 你叫 它来祝福 你 不是 做什么 东西 都要认定 它的意思 是什么 上帝 你每天 每天的 祷告 都是这样子 上帝 不要让我 做我自己 要的东西 因为 如果 给我选择的话 我会 选择 那些 会伤害 我的东西 求你 只是 让我 做 你要 我 做的 东西 因为 你要 我 做的 东西 对我 来讲 肯定 是 最好的 这个 的意思 就是 认定 它 它的 承诺 它的 诺言 在 我们的 身上 就是 它 必 指引 你的 路 其实 做一个 基督徒 如果你 这一生 如果 你说 我什么 都不会 没 关系 你 只是 会 这 一段 圣经 就是 在 真言 第三章 第四 到 五 节 如果你 只是 做 这个 圣经 你就 会 得胜 又 得胜 阿 明 我要为你们 祷告 来我们 一起来 祷告 亲爱的 天父 感谢 你 今天 当我们 听到 你的话语 的时候 求你 来帮 我 求你 来改变 我们的 心 求你 来改变 我们的 思想 让我们 专心 来 仰望 耶和 让我们 来专心 依靠 你 让我们 来专心 侍奉 你 顺从 你 求你 来帮 我们 让我们 相信 让我们 不再 依靠 我们的 聪明 我们 要把 我们的 心 我们的 思想 交托 在 你的 手中 你 来 带领 我们 我们 要把 这个 一生 献 给 你 让 你 自己 来 带领 我们 的 路 赐 给 所有 的人 你的 智慧 赐 给 所有 的人 你的 平安 你的 喜乐 还有 你的 爱 我们 这样的 祷告 是 奉 主 耶稣 的 名 来 祈求 Amen 谢谢 你们 来 来 好